我的習慣是使用Core 但是有一個更多人用的叫Express Express是比較早期就已經存在的一個套件 在ES6的語法還沒有出來之前 很多人就是在用這個 可是現在ES6語法出來之後 Express的創造者他又去創造出了另外的這個套件 就是Core 他認為說有了ES6寫法應該會輕鬆很多 只是因為Express其實他的歷史比較久 所以他使用者還是比較多 他通常還是要用回覆的方式一直去呼叫 可是如果使用Core的話 這部分就會變得輕鬆很多 這是為什麼我使用Core的原因 我們這邊其實就已經告訴你了 Core的寫法 但是Core現在又已經有兩版 第一版就叫Core 第二版叫Core at 2 Core at 2顯然他又已經採納了更新的語法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先不管更新的語法 因為這個語法太新了 以至於很多瀏覽器或平台都沒有資源 那等到那個比較成熟了再換過去就好 基本上差不多 那這邊是一個Core的簡單範例 我們就把它抓下來 先加一個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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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現在就把這個Core的簡單範例 先建一個新的檔案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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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Hello World Core的Hello World 那我們就把它存檔一下 就叫Core Hello 我就把它存在這裡 就叫Core Hello 點JS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程式碼不長 就是RequireCore 建立一個Core的APP 然後呢 說APP點Use這一個 Use的話就是我要套用這個東西 不管任何情況都要套用的話 就直接寫Use 如果有針對路徑套用 就要前面加路徑 然後呢 App點Use又這個 那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它先建立了一個時間 然後 交給下一個人 交給下一個人的話 這其他的Use就會被補教 然後呢 等到回來的時候呢 它把時間相減掉 然後 印出來 然後最後呢 他說List點Body等Hello World 也就是說不管你 網址是長怎樣 它最後都只要輸出Hello World 那我們就看 這樣一個程式的執行結果 好 我們剛剛的Core Hello 已經放在這裡 OK 那我們就執行Node 這裡有問題 他說沒有找到Core這個模組 那問題的解決也很簡單 NPM install core 如果你打Install覺得太長 你直接打I就可以 NPM iCore 好 Core裝完了 再執行一次 好 它已經執行下去了 因為它沒有給任何訊息 害我呆了一下 確實沒有給任何訊息 因為這番禮太簡單了 好 來 然後呢 我們就 這個東西執行在哪裡呢 看一下 它使用的Po是3000 所以我們 要去看3000的地方 那我就 在這邊打 Localhost Localhost 3000 你看它有動了一下 然後呢 他說 Hello Word 那這邊 花了多少 應該是4毫秒 4毫秒 1毫秒之類的 它會 它會 印出時間 在 有沒有 它會印出時間 按網址 然後總共幾毫秒 花了幾毫秒 1毫秒 也就是千分之一秒 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不管你打什麼網址 它通通都只會輸出Hello Word 那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Core程式 好 那現在就請各位 去試試著執行你自己的第一個 Core Hello Word 那這個 程式在哪呢 就在 Core的 官方 網頁上面 那我把它貼到 我們今天的 課程 紀錄 5毫秒 點進去 把那個範例找到 檢驗下來 存檔 執行 就好 去試一下 第一個